美国总的拜登和日本首相案情文 同校台宫玫瑰人的联合记者会 宣布美日同盟关系升级 两人都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以及两岸和平解决旗舰 虽然拜登强调美日安全合作 并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也和冲突无关 但拜登跟岸田文雄的这场峰会 从军事经济外交到科技上的合作 都是要和中国在印太地区 及全球的影响力相抗衡 相隔九年 现在有日本首相 以美国国兵待遇访问美国 不过毕竟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 拜登还是得回应国内的政治问题 我们从9%至3% 你现在在阿里ゾナ的民族 所谓的法律 将军事战争的时代 选择我 我是在20世纪 21世纪 不是那时候 他们在讀免 再军事战争的后 习近年是美国选举年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 对于川普可能重返白宫 不延续一直以来 美国国际参与的政策感到焦虑 另一名官员更直接表示 如果当选川普确实可能试图取消 任何拜登和爱国文雄宣布的计划 TVBS新闻家辉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